欢迎来到长春养生密码单元 根据调查超过65岁以上的人 有一半以上都是高血压一族 但是对于高血压在方间也有很多的传言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一破除了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华民国药师工会 全联会政策执行长沈采颖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第一个迷思对于高血压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血压虽然太高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去控制它可以吗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吃药会伤肾 其实高血压反而如果说 你没有把它控制好的话 反而更容易引起肾脏的一些疾病 甚至未来可能要洗肾 所以说根据国建署的调查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 大概有将近两成五的人 他是有这个高血压的 可是大概在这十年里面 已经增加了大概在年轻族群 二十岁以上已经增加了大概十 等于说大概十年里面增加了三倍 所以十九岁到三十九岁 因为这个群组 大家常常忽略他的血压 因为小时候年轻 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血压偏高 有可能是因为他体质本身就这样吗 还是说只要高出那个值 其实就要做控制了 对 其实高血压的话 一般大部分九成是原发性的高血压 所以这原发性的话 大概就是说原因不明 可能跟你这个基因遗传 年龄 性别可能有关系 那大概有一成的人 他是因为这个其他疾病 比如说是你是因为这个心脏的问题 怀孕 或者内分泌失调所造成的 所以这个血压的这种 疾病的这种产生 其实常常是一种 有些人他完全没有自觉 有时候突然 现在看到很多那种年轻中风的 这种case也很多 所以就是每一种状况 不管是年龄 还是什么问题 都一定是血压超过那个标准值 就必须要去控制它吗 对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 大家知道80 120 那一个上限的话 大概是90 130 所以说在初期的高血压的话 你可能靠一些饮食 运动 减肥 可能会让你血压下降 在磷床上有证实说 每降低一个毫米 拱营柱的话的那种血压 你如果降 等于说体重减一公斤的话 你就可以降大概一个毫米拱营柱 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肥胖人也很多 所以一个体重的控制 还有睡眠的品质 这种都会影响到我们血压的 另外大家还很常见 有个迷思就是说 好 我血压可能太高了 我吃药来控制它 但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发现好很多了 血压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药我就自己不吃了 对 大家很多病人会这样子 他觉得说我今天吃了药 我明天测 我没有吃药还正常 后天测还正常 很多人就说我血压可能就好了 我就不要吃药 其实血压它是一种可控制 而不可治愈的一种疾病 这个民众要特别注意 那怎么样来控制 就是说尤其是血压药 大家都知道 他们就是一天吃一颗 或者一天吃两颗 所以它是一种长效型的 那所谓长效型就是说 它可能在我们体内维持的时间 血中浓度会比较高 所以说它如果就是说 你一天两天不吃 你可能在血液中的 那个药的浓度还有 所以它还可以控制你的血压 所以说血压的这种控制 不是用来就是说 调整我们用药的时间的长短 而是应该要减量 用减量来处理 所以并不是说 好像隔天量了血压没问题 那就是好了 其实是因为它里头 还有一些药残留 对不对 所以这型乱停药的话 后果会怎么样呢 乱停药的话 你严重的话 有可能就是中风 再来就是说一个心脏的问题 还有就是甚至会失眠 更严重的话 你可能会造成猝死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会造成 这个肾血流的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会造成这个尿毒症等等 所以说血压药 很多人就是说吃血压药伤腎 不吃血压药的并发症 是更可怕的 好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 比方说一家人嘛 夫妻两个人可能都有这样高血压的问题 去拿了药 丈夫的药没了 那太太的药 要不要分一点给他吃这样子 这血压药是可以这样子来供吃的吗 是不行 因为每个人体质症状不一样 像有些人 譬如说他有糖尿病 有些人有心脏病 这两种人 他用的血压药的种类就不一样 因为心脏病的人 有时候他心跳会加速 你可能用某一些 某一类的降压药 会让他心跳变慢 可是糖尿病的病人 他可能肾血流会变慢 可能要用就是说一种 ACEI那一类的这种降压剂 来让他增加肾血流 预防他的肾脏的一些疾病 所以还是不能这样子分着吃 比较保险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体质差异 还有你的慢性病的种类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 就是说吃 比如说亲朋好友的 他说吃的效果不错 血压可以下降 反而会造成你身体 其他器官的一些病发症 对 好 另外大家还有会觉得说 这个刚刚一直讲到 大家一般都会觉得说 好像伤肾嘛 有些人就给他偷偷的减药 这减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减药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血压 第一个可能会控制不好 那再来就是说 有一些医生开给你的药 其实就是保护你的肾脏 你减了量以后 反而造成你肾脏的一个 肾血流的一个减慢的话 会造成肾脏的一个伤害 所以自己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去减量 还要不要随便吃别人的药 这个非常要注意这两点 那当然我们还是呼吁民众 就是要做所谓333的一种运动 每周运动30分钟 然后每周大概就是三次 再来就是说心跳 大概在130下的一个运动的话 是对你这个血压啦 体重啦 整个我们有氧的一个活动的话 对心脏功能都好 所以正确的服药 再搭配上运动 是可以有效控制高血压的 今天谢谢我们的执行长 来到我们节目上 带来这么多的分享 更多健康资讯 也别忘了扫描 荧幕上的QR Code 会有更完整的讯息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